哈喽大家好,我是达哥 今天达哥给大家介绍一道 红豆流沙包 看看怎样做的 这里是清洗干净的红豆 150克 红糖180克 清水500克 好,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呢 放在高压锅,或者拿去蒸 高压锅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最主要呢 时间也不是问题的 最主要豆呢 蒸到够烂 那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 把20克鱼椒粉呢 搅拌一下 然后呢,也倒进去 好,接下来把60克蛋奶也倒下去 搅拌均匀,放在一边 等它不烫熟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搅碎 好,倒出来之后呢 放入冰箱凝场 一个晚上 到三天都可以的 好,这里已经放入冰箱呢 有一个晚上的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呢 拆均匀 好,拆好之后呢 放入冰箱备用 好,接下来呢 来制作今天的面团 610克低筋面粉 白糖180克 抛打粉13克 酱母9克 清水280克 最好呢 清水的你也可以 温一下的 温温的 倒进去的话呢 打好之后它发酵的时间呢 就快一些了 好,现在把它搅拌均匀 有一些弹性光伐 那就可以了 大概也要需要20分钟左右了 好 把保鲜膜封住 放在这里10分钟 再继续 好,现在差不多10分钟了 我们再继续做 好,现在差不多10分钟了 好 今天这里的面团呢 大概可以做20到24个 都是正常的 这大一点 小一点呢 这没关系的 自己弄主意的 做牛沙包呢 在发酵这个繁节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发过度 蒸的时候 全部都会爆掉 如果发酵的还不够的话呢 它包也不够松暖 所以说 这个都要靠经验 所以讲的也 有时候也很难讲得清楚 大概发酵好之后呢 用手呢 稍微轻轻的捏一捏呢 感觉很舒服了 那就拿去蒸了 这样的话呢 成功率就会高一些咯 多练习 总会做得好的吧 对不对 开皮的时候呢 把漂亮的那一面呢 放在底下的 就对了 这包这个包呢 这个线呢 也没有说一定的 要多少克啊 这一些的 靠自己的感觉 放多少 打开就可以了 喜欢达哥节目的网友 别忘记帮达哥的节目呢 点个赞 还没订阅的朋友呢 你就订阅一下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下一期有更精彩的节目 就不会错过 也希望 所有的网友 看到达哥的视频呢 呃 转发 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人呢 可以学得到了 呃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的支持呢 达哥 也会再继续 分享这些 啊 点心啊吃的 啊 给大家呢 一起研究了 好 放入呢 冷水上面发酵 或许带一点点温水 啊 也是可以的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但是这个发酵时间呢 啊 大哥讲呢 只不过一个参考的时间 这个都要靠 当时爆发的情况来定的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了 拿去蒸了 好 大火先蒸四分钟 四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 大概 透透气 啊 几秒时间再把它盖上 再蒸四分钟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非常的漂亮 啊 白白胖胖 啊 每一个 都是这么好的 但是呢 呃 网友们 如果你做 做得很成功 啊 吃的时候呢 绝对要小心啊 不可以一口咬下去的 因为实在里面太多汁 非常的烫了 所以要记住了 用手剥开来吃了 啊 我们继续再蒸了 好 好 我们现在准备 见证奇迹的时候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和支持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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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